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吃冰 太晚睡 又爱生气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体内的气血 让你体内堆满垃圾 甚至导致慢性病缠身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仪气 让你看清楚 这三种生活上的坏习惯 会怎么样影响到你的气血和脏腑平衡 你又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经络畅通 气血畅旺 同时摆脱慢性病 要健康就别走开哦 谁人介绍现场来宾 经络养生专家吴清中 所有的疾病都是我们错用了身体的结果 中医师彭温雅 我们需要的不是灵丹妙药 而是正确的使用身体 中西医学博士刘吉峰 膀胀肌是人体的下水道 排酌 纳氢是养生第一药物 少林武术教练林盛杰 疏通人体的下水道很简单 八段井帮你顾肾腰 我们开车 有汽车的保养手册 我们用很多东西都有使用手册 好像人好像没有人体使用手册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 以撰写人体使用手册文明的吴清中先生 你是第一次上电视吗 是的 第一次就献给我们2.0 你在你的那个书里面 就把人比为电脑 说其实常常不生病的人 就好像电脑已经进入休眠期 是真的吗 是的 就是说常常不生病 通常是你的气血太低了 身体没有能力做治愈的活动 治愈活动变得很低的时候 你就看起来是不生病 因为有许多的生病的症状 实际上是治愈能力在启动的时候 它在修复某些东西的时候 才产生的 才产生的 好 那那个圣洁 我听说你 你最怕听到人家跟你说 他最近都不生病 对 好几年都不生病 对 就是我从上完试回来 差不多已经11年了 然后我小时候 其实我练武是很早就在台湾练 那我在台湾练的那些老师 现在年纪差不多都80岁90岁 也有将近快100岁的 那我就是逢年过节 常常都是会去探望他们 然后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 就常常会听到就是说 很多老师就说 你看看我现在已经90几岁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两年没生过病了 然后我们当然做徒弟会为师父高兴啊 可是隔一年你再来看他的时候 就是在跟他说再见 就是告别式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如果我们人都没有生病 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练功的人 尤其是练功的人很喜欢讲啊 你看练我这个功夫 我就永远都不会生病 就其实我还是会生病啊 然后就人家每次问我说 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 不好意思讲 可是现在我就跟人家讲说 对我会生病 而且我大概一年会两次 大概就是春天跟夏天交替那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秋冬那时候交替 我大概一年这个时间 都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可是如果有调养好 那过去之后身体反而感觉会变得更顺 有一种人就是常常都不生病 只有一生病呢 就是大病 常常就发现 怎么他昨天好好的 今天就突然不见了 或者走了 其实我们看小孩跟老人好了 小孩身体是新的 对 所有的身体 所有的反应都非常灵敏 所以他一受风寒 马上就感冒 他一吃坏肚子 马上拉肚子 但是而且风寒 他的感冒常常会发烧 那成年之后发烧的就越来越少 就身体的反应是越来越迟钝 所以新的身体应该是经常生病 他并不是他不好 而是他修复的能力很强 对 我们有很多概念可能是错的 比方说我们今天七八个人去吃饭 如果说这个餐厅的菜有问题 七个人生的拉肚子 有一个不拉肚子 我们会觉得这个不拉肚子 肠胃是最好 那实际上可能是相反的 因为身体内部的系统 如果进来一个脏东西 它要跟内部系统去比较 如果太脏了 他就把它排掉 就拉肚子 如果身体内部本来就很脏 在吃尽脏的 这个还不够脏就留下来 很多人就说 我怎么一休假了以后 这个什么这里痛那里痛 其实有时候痛 它是在帮你打通血管 是 因为平常我们上班的时候 大脑一紧张一活动的时候 它占用很多的能量 所以这个时候身体 没有太多能量 可以做修复的工作 但是你一放假放松了 睡个一个晚上 好好睡一觉 身体就可以把这个礼拜 所积累下来 没有处理的问题 开始处理了就生病了 就比如说帮你排寒 帮你清除垃圾 你就以为不舒服了 所以生病了 中医是这样子认为吗 你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吗 其实像感冒 流鼻水 打喷嚏 皮肤发痒 或者是拉肚子等等 这个应该就是不叫做生病 这是身体正常的现象 而且不要正常排寒排毒的现象 就是透过这些方式 比方说身体有痰 它就把咳出来 所以咳嗽不是一个病 咳嗽是一个现象 不应该去止咳 那拉肚子是一个身体 把毒素排出的现象 不应该去止泻 对 那皮肤发痒 可能是身体有些毒素发出来 也不要去止痒 可是要知道它是一个症状 因为免疫力这种东西 小孩子免疫力很旺盛 他身上限出分泌的 非常的旺盛 所以一有什么病毒入侵 它的反应很激烈 就会产生刚刚像这个 吴先生讲的 它会有发烧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免疫力太低 像白血病的人 或是身上性功能不足的人 它根本烧不起来 它做生的原料很少 所以你觉得 它好像都不会生病 都不会发烧 好像都好 它根本就是气若有私 那我知道你最近在生病 所以你是哪一种呢 我应该是气血失调吧 真的 因为气为血之帅 然后血为气之母 所以你气在走的时候 气如果一停止的话 那个血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你就没有氧气 没有氧气的话 整个身体的自聚神经 就开始失调 失调之后 就会比较容易生病 我觉得非常有趣 你就是把人比为一个电脑 所以你要怎么说明 这个解释呢 很多人不懂我们的身体 不懂老祖宗讲什么 可是你讲电脑 他就了解了 因为我本身是研究电脑的 早期是做电脑设计的 所以对电脑系统最熟悉的 然后我在看这个中医的书的时候 特别是看这个黄电内经 一开始我看完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 跟电脑的使用手册非常像 真的 所以对写人体使用手册 是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在重新思考 就是用电脑的结构 然后看看去怎么样设计 去画出人体的结构 就一个人有指挥系统 那指挥系统主要是大脑 OK 包括你的神经系统 就是电脑的CPU 对 然后再有一个能量供应器系统 就是Power Supply 那这个人的Power Supply系统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我们平常如果说 你睡得很好 生活做起很好 是 他用的是气血 是 可是我们如果做熬夜 今天根本没有产生什么能量 他就会透支 那你有时候你透支很长的时间 身体还可以运行 所以你要想像这个 如果是一个企业的话 里面 人体里面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财务调度师 他随时去调度能量来给你用 你怎么整他 不管你怎么样乱用你的身体 这个身体可以支撑几十年 好 那资源管理系统是什么 这个 因为身体有一个治愈机制 那治愈机制什么时候可以修什么 他要看 他要看他能量的调度 比方说像在春天很多人感冒 是 这感冒在你都认为是什么 过敏 其实不一定 很可能是冬天的时候受的寒 流在体内 因为冬天气温低了 大量的血液会照胸腔来做保温 身体会调度这个能量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冬天身体能够调度来做治愈的能量 是很少的 所以冬天你的小感冒 小小受寒 身体根本不反应 然后气温回温的时候 这个保温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了 就开始排寒 他对资源的调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周边系统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keyboard 那我们也有keyboard 就是我们的手脚 手脚 生殖系统 眼睛 这一类的东西 生殖系统这么重要 算是周边系统 这些都是周边的东西 因为只有脏腑才是内部的东西 内部之后 好 那那个诊断维修系统是什么 那身体刚刚讲的治愈机制 他会知道说 他今天他应该修复什么东西 哪里有问题 然后哪一个脏腑最低 他一般的 他要一边维修每一个脏腑 然后一边维持脏腑的平衡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还有一个废物清理系统 就是我们的要排垃圾的系统 那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我们的排泄系统 还有经络 经络像膀胱筋 就是身体排泄 那个脏东西的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所以刚刚吴先生讲一句 就是《黄帝内经》的话 他是说 意思就是说 冬天你精气不够的时候 春天你就会病 这个叫做温病 那意思就是说 你的精气是身体气血能量的来源 那来源太少的时候 它到春天就不够 会出现一些气血不足的症状 这有个手版可以给大家看 其实从外表就看得出来 因为像气它是由肾气所支撑 来靠着肺气的推动 以及脾气的消化吸收 那它相关的一些脏腑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方说你的脾气虚 食欲会不好 肺气不足容易咳嗽感冒 会受风寒 还有就是血 肝藏血 然后它足血 然后心足血液 所以你的心跟肝 都会出现一些症状 你容易会有一些气不足 脸就松垮 讲话有气无力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我如果睡饱了以后 我的脸是上来的 对 我睡不好的时候 它就变成全尸狗 对 而且这个情绪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常常会哀声叹气 或者是你经常会觉得 吸不到空气 需要深呼吸 其实是一个气血 我旁边有些这样的人 对 他其实就是气血不足的 一个现象 所以以前他们就想说 我知不知道 我自己的气血怎么样 那你是觉得 有一些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的气血吗 一般从 因为我们舌二经络 贯穿于舌头 所以一般我们看舌头 就知道说 你到底气血足不足 像我们正常的舌是 粉红舌薄宝胎 那其实如果你的舌旁边 有齿痕的时候 这舌代表你是脾胜二虚 是 对 所以从这里 其实从舌疹里面 也看得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 好像就中医 他常讲什么气血 什么能量 然后什么阴虚 阳虚 你从这个电脑系统 也可以解释吗 这是一个概念图 跟传统的中医 也不一定完全一样 好 那我把它分成 五个不同的水平 第一个是健康的水平 就是最高的部分 那这样的人 你比方说 我们讲这个 在游泳池 游泳好了 游泳池上来的是 身上湿人 吹尘风劲 喊涕就进去 喊涨的就进去 对 那最健康的人 他可能当场 打个喷嚏就没了 那这阳虚的人 他可能就 当时不一定打 回去就感冒了 到阴虚的这个地方 他没有能力排 什么反应都没有 可是脸色会慢慢 越来越暗沉 到以下通常都不会反应 中医师同意吗 他说这跟中医的概念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他这样子来理解 中医所谓的阴阳 因为它是一个 很抽象的概念 阴阱阳到底什么东西 那它其实就是 也可以讲成一个 疾病或身体 这种免疫力反应的过程 所以这个表 可以很容易理解 这个中医非常艰深 很困难的理论 我觉得其实是蛮认同的 我知道 那个圣洁 你常常在练武嘛 所以你对这个能量 和气血 也有一点体悟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练武 是不是我身体非常好 其实相反 我从小就是身体不好的人 然后是透过运动跟练武 去把身体的整个能量 把它提升起来 那其实本质还是虚的 有的人是你感觉不太出来 可是通常在练功的时候 几个招式一做 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说 他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 对 那我可以教大家做一下就是 是 通常 我大概跟你一样 我就是先天底子不好 是靠后天练的 所以可能内在还是虚的 可是现在反应很灵敏 可是找到一个平衡就非常好 对那我们虚的人 身体比较差的人 通常直接反应的 就是在他的循环 那循环不好的话 他其实常常会感觉到脚没有力气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 你平常可以检测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强壮自己的身体 我们先把脚打开 大概是肩膀的快两倍宽 好那记得脚尖要朝前 不然会伤膝盖 OK 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外展开 然后平平的坐下来 不能超过脚尖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身体要保持直立 你身体如果前弯或后仰的话 怕会伤脊椎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配合你的手势做呼吸 很放松 吸气 然后吐气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太缓和 你的体力比较好的 你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动作 吸 吐气 吸 吐气 收工的时候拉起来 吸气 吐气 通常如果你的身体是比较 比较虚的 比较寒的 大概你这样坐下来 真的不用久 10秒 一定发抖 20秒 绝对冒汗 而且是冷汗跟虚汗 很少能撑到30秒 OK 那如果说你这个动作 你能够练到撑30秒 还能够发力 再冷的天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能量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坏毛病 那这些坏毛病 可以检测出来吗 它对我们身体所造成的脏腑不平衡 从那个画面 从那个图面上看起来是怎么样呢 待会告诉我 我们下了 这些坏毛病 很渐气 你能够发力 那我们下温宏 这些坏毛病 不愿意 所以呢 很轻易